过完今天,距离国内的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越来越临近,大家也都是在心惊胆战,但是其实中国的油价也是根据国际油价在造成。 根据数据显示,截止到国内第五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率为-5.89%,当前油价可能将下调月262元每多,调价的时间定为2018年的11月2月24时开启。 现在非常快了,就是在下周五,国内的油价将大幅度的下跌,可是等了一个多月,这次终于可以下跌0.2元每升,92号汽油,也将告别8元时代,有希望可以降至7元时代,可是车主们却不是很开心,但是加油站老板却露出了笑容,这是为什么呢? 从这些油价调整来看,今年成品油调价经历了21次,其中有7次下调,13次上调,还有一次搁浅,如果将这些抵消掉,汽油一共涨了1430元每多,柴油一共涨了1385元每多,这也是车主们非常不想看到了的一件事情。 大部分的车主都认闷,这就是起跳前的下段,这个油价感觉就是在坐过山车,下一次说不定会给你来一个更大的惊喜。 截止到昨天的收盘,美元优收于67.33美元每桶,上涨0.51美元,不远优收于76.89美元每桶,上涨0.72美元。 国内的行情也是在不断的变化,历经实话,国务92号汽油8200元每吨,下跌100元每吨,国务零号财油7800元每吨,下跌50元每吨。 金城实话,国务92号汽油7900元每吨,下跌100元每吨,下跌60元每吨。 这些数据都是智能,对此你有什么看法,欢迎评论分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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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